好 做叉的方法 最難是畫一支叉的形狀 例如我選擇線條工具 你可以選擇鑽子尺石 用了鑽子尺石會黏住格子 你不需要不穿也行 穿了可以看到我會黏住 例如我畫一支叉大概的形狀 好 鑽子尺石 再用Vertice 把位置放在左邊 這樣 這樣 要快點的位置 所以你會看到叉子 現在的形狀是有點奇怪的 所以我就關掉Snap的工具 然後稍微把它收拾 例如 放大縮小 這個不好了 移動工具 移動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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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用眼睛插畫 隔點位置 左右是否對稱 這個搬上去 這個搬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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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trl 鍵兩顆點都選了 搬進去去 大家會看到大概像叉子 最後可以選擇 想要變滑的點 右看它 叫它變滑 你看到這裡已經變漂亮了 這些位置變得不夠漂亮的 你可以選擇它 轉變成B字 你看到它一次過顯示三個B字 可以再編 拉闊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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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頂的這個點也是 我變回B字的Curve 好像比頭髮闊 讓我再改 拉闊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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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把它選擇 Kontrol鍵減少一顆點 所以我這次轉換作CORNOR 你拉的時候不一定要跟我一樣方法拉 因為你知差的形狀也跟我不一樣 你會看到我大概拉了一個差形 然後這個我想收窄一點 這個想收窄一點 然後我把它變成立體形狀 我選擇 Extrude 去Perspective看 給它厚度 你會看到我大約做到的差異 然後我選擇 FFD 3x3x3 我選擇最頂頭的Ctrl Point 然後用放大縮小工具把它收窄 你會看到我可以令到頂尖尖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正面看 我可以收窄 下面有些長闊變化 如果你想改變差的形狀 其實你也可以改變 小朋友比較差 大人比較比較直 另外就是側面 我想知道差有點弱 所以我選擇這雙 Ctrl Point 做這點 將它向後推 你會看到差有點弱 另外就是擦身 擦身的部分有幾個做法 第一個做法就是 一開始做的時候做下半節 這是其中一個方法 另一個方法就是 我想有一個木把位 在塑膠的位置做的差 下半節 其實我就 在這裡畫 先選擇 現在是一條直線 我選擇 下半節 有些橫綿 複線 加多點點 我想會比較圓 把這條線變成B 手把位就要圓圓地 然後給Lava minimum 看看Perspective 你看到Normal反轉了 所以我翻轉Normal 拍了Record 你會看到其實是做幾支叉的 其實是可以自己設定的 不一定要是我的樣子 比如我頂部的位置 也想軟一點 你自己去設計 另外是底部的這個位置 其實也會不會有點軟 你也可以自己去調整一下 比如我3x3x3 不必需要的 你自己想的也可以改一下 不然我想它有點軟一點 你看到我這個Case 它是軟不到的 因為中間這堆位是直線 所以我先把它丟掉 我再檢查一下我本身的線 因為這條線原路的位置 沒有任何點 沒有點的話 它就沒有辦法幫我屈曲到它 所以我在這裏 加多兩個點給它 例如我把這些點 都檢查一下它是否一個BCA Curve 我才在現在的情況下 給它FFD 如果現在你會看到 當我加多了兩點 你會看到其實多了兩支環線 如果你再去到Ctrl Point 你會看到它多了兩支線 讓你屈亂它 對 如此類推 如果想要它圓滑一點 圓滑一點 你會在中間加多幾個POMM 你屈亂它的時候 它就會更糊一點 你會看到其實做起來很差的 還有一支刀 刀是比較簡單的 刀呢 其實如果你不做的手柄 你可以直接一把一個 那我就打開它選擇Vertex 先關掉它 選擇這堆東西 我希望它更闊一點 OK 那我撿一撿我的刀想要的 環線面的形狀 例如是這樣的 底部呢 這裡 我也是自己拉 我也是這樣 就這樣吧 我的刀的設計就是這樣 然後就選擇Extrude 有厚度 你可以看一下刀其實已經完成了 不過刀的位置就很利 所以你就可以把FFD 那你自己選擇 多少個 最簡單的 粗粗一點 可能2x2x2 那譬如我自己人肉選擇 那我就上個 對了 譬如我現在這樣 選擇Ctrl Point 選擇Ctrl Point 是不是太刀了 先選擇 那我就選擇這些點 Ctrl 按鍵盤 Ctrl 我選擇這個點 這一堆點 都是近人刀刃的位置 我選擇放大數學工具 你會看到我把刀 接近刀刃的位置 會是薄的 其他的位置是厚的 你會看到連刀也做 那當然啦 如果你想更漂亮 更漂亮 就像這樣 做手把位置 最後 那最後 我在另一個檔案 不是在這個檔案 但我在這裡 一次做給大家看 譬如這個我做起了 我建議你先儲存 否則就還原不了 因為我們接下來做的步驟 在Ctrl Point Object Pro Boolean Pro Boolean 一落了 這裡就沒有了 你要找它 你會慢慢拆出來 所以你最好先把這個圖片 保存一次 不過這裡我就不做了 我直接Pro Boolean Union 開始選擇 新的 將它結合 這兩塊東西 然後我把它放在地上 給地板 我的匙巾不是在這個圖片 所以我在這裡 就先忽略它 我暫時只有兩個 OK 然後呢 就做個Render 選擇 Scan Eye 然後 Light Tracer 我去燈光 Standard 落枝Skylight 可以試一下Render 你完成的檔案 應該會有匙巾 有叉 有刀 有碗 有碟 就齊了全部 材質 不需要你去煮 你大概選擇了個顏色就可以了 大概選擇了個顏色就可以了